世界上闪电最多的国家 委内瑞拉 位于南美洲委内瑞拉的马拉开波湖 是世界上闪电最多的地方 被誉为闪电之都 甚至因此以地球上闪电热点的特色 收录到吉尼斯世界记录当中 马拉开波湖是南美洲最大的湖泊 加上一棒在安底斯山脉 于是便形成了独特的地势和气候 成为闪电的频发地 马拉开波湖的闪电非常的闪亮 250公里外都能看得到 海员们甚至将它作为黄海的灯塔使用 巴西 巴西是全球闪电次数最多的国家之一 单单在最近两年内 全国就发生了2.8亿次的闪电 巴西夏季的强烈风暴 可以在每分钟产生大约30次的闪电 几乎所有地区都受到影响 但是大多数遭受闪电击毙的死亡案例 都发生在圣保罗所在的东南部地区 根据巴西卫生部和地理统计局 2000年至2019年的数据 巴西平均每一年有110人遭到闪电击毙 300人受伤 印度 根据统计在过去50多年时间里 印度因为闪电而死亡的人数大约有10万人 占同期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印度之所以闪电发生频率如此的高 最主要的原因是印度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和树木覆盖减少 导致气温上升 从而使得闪电伤人事件随之增加 造成每一年超过2500人死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